现在所有的灾民 已经安置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灾后重建 我提议 从沙鹤镇的库房里 提取一万银元 再加上之前玉坤筹集的 五千四百六十二银元 这些钱 全部拿来做灾后重建 各位父老 觉得如何 你觉得呢 施君啊 我想问个问题 大不请说 我们几个已经调查过了 老三救了梁永昌的命 可梁永昌不但不敢进 反而放火烧了老三家的房子 这件事你知道吗 有这样的事 是啊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 不跟我们五个说 对啊 您应该告诉我们 应该告诉我们 应该 我问过老三了 纵火的不是梁永昌 是不小心失火的 这件事情 不能算在梁永昌头上 那你就更不对了 对 我不管是失火还是纵火 总之责任是在梁永昌身上 是在梁永昌身上 你看咱们沙河镇 这二十年来 一直是太太平平 风调雨顺 可梁永昌 这个坏蛋一回来 闹得我们沙河镇 整个一个是鸡犬不宁啊 是啊 是啊 我再问你 你为什么 要包庇梁永昌呢 丁大伯 你说这话严重了 我怎么包庇梁永昌啊 好 那我再问你 对 于昆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真相还没查清楚 我不能妄下断论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人证物证都在 而且梁永昌 已经承认是他自己开的枪 对啊 这还用调查吗 对啊 如果正阳有什么不测 他梁永昌就是凶手 他就得挨枪子 对啊 他是凶手啊 是啊 是啊 丁大伯 这件事情不能那么草率 我们要讲公正 要讲道义啊 我们现在正在讲公正 讲道义 把他押到省政府 就一了百了了 不行 真相还没大白 不能这么做 石郡哪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我对你太失望了 根据我们沙河镇的相例 在五个父老 一致同意的地方 就可以解除镇长的职务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所以今天我赞成解除你的职务 你们几个也表个态吧 我也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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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 我也同意 好 既然大家一日通过了 那么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揭除赵世军 沙河镇阵长的职务 沙河镇的事务 就由我们五个父老主持 而且呢 我还提 马上以蓄意纵火 持枪伤人的罪名 将梁永昌 押到省政府去处理 好 我觉得这要行为 说出来也许你不信 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想感谢天 时至今日 我才发现 万事万物 真的冥冥中自有定数 想想二十年前的那个晚上 如果你娘 真的把那碗药喝下去 你跟千惠就不会 来到这个世上 现在我已经看到你了 而且成长得这么好 我真的是 第一次想谢谢天 待我不保护你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于昆 你相信 这世上 什么人都会害的 只有你自己的亲生父母不会害你 你一定要提防赵世俊 我现在真的很佩服他 他太狠毒了 他处心积虑二十年 让我看着你们长得这么好 然后 再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他把你们毁掉 进去吧 在那边 这种折磨坚持太残酷了 我真的很佩服他赵世俊 他就是为了让我梁养成 眼睁睁看着自己断刺绝损 好了够了 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 爹 千惠 爹 干爹他不是这样的人 千惠 从小到大 他从来都没有亏待过我和哥哥 千惠 绣云又年 我和哥全都有 哥 小的时候 你的身体不好 经常生病 每次干爹都不眠不休 几天几宿地不睡觉照顾他 还有 哥在外地上学 干爹就一直在担心他 担心他身体好不好啊 又没有翅膀穿暖 是不是又受人欺负了 干爹真的是用心去爱我们的呀爹 天惠 你真是太傻 他不这样做 你们怎么会信的 这才是他赵氏君的高明之处 他做的这一切 你们才会相信他 爹 我知道你爱我们 可干爹他也爱我们呀 人和人相处 最重要的 不就是用良心去爱 去感受对方吗 良心 前辉 你告诉爹良心在哪儿 良心在什么地方 什么叫良心 干娘的饮化喜和喜 对干爹说 爱 能化解一切传闻 欢乐 能化解一切悲伤 干爹就是用对我们的爱 来化解对您心中的怨恨 您真的是错鬼干爹了 屁 全是狗屁 狗屁不通 林大伯 林大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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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千惠 林大伯 你蓄意放火 十枪伤人 证据确凿 罪名成立 即日 押解给省政府处理 不可能的 林大伯 并不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我就没有罪了 我我自由了 赵一坤 无罪释放 谢谢林大伯 千惠 我自由了 我可以回家去了 千惠 走走 林大伯千惠 我走 我走 赵一坤 赵一坤 赵实俊一定会加害你们的 他一定会的 记住爹的话 千惠 爹 你刚刚问的问题 我一直都在思考 小的时候 他说 赵爹也问过我们 同样的问题 他说 人与人相处 究竟用哪种方式 一种是同意 一种是良心 我一直都知道 头脑在哪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 良心 到底长在身体的什么部 好 爹 您是学医的 你能告诉我 良心究竟在哪儿吗 好了 千惠 他这种人没有良心的 走吧 走啊 爹 走啊 走啊 千惠 爹 走 良心 灵 明车 但仅是 john 是 我 customer 人的 不 不 不能 爹 爹 他 爹 Ol 主 警惠 警惠 放手 警惠呢 林大伯 事情没有掉下青春之气 您不能随便抓人哪 警惠 不要再说了 干爹 不能就这样把爹带走 怎么别人把前任务的事 你也要幻想 我已经不是真诚了 没有办法继续调查下去 减谅 减谅也没用 他现在已经不是阵长了 走 走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从小告诉他们那两种人 你是不是想说 和你相比我是用头脑做事的 而你是那种良心在做事 带走 走 走 爹 爹 赵世隽 爹 良心在哪儿啊 良心在我们身上什么地方 爹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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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脏六腑哪个才是良心 哪才是良心 爹 良心 良心在哪儿 爹 千惠 千惠 爹 爹 千惠 那近别人 千惠 千惠 十字远 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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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回去 你跟你回去 那不是我的家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那不是我的家 哥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爹 他只是我们的干爹 不是我们的亲爹 因为我们身上流的 不是他们赵家的血 梁永诚说得没错 世上没有父母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没有父母会害自己的孩子 而你希望我去坐牢 你希望我去死 你根本就没有把我 当成是你的亲生 赵世俊 你不是我父亲 我陪等你了 你再跟我说一次 我说你不是我爹 爹 你打 你又不是没打过 哥 我告诉你 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哥 哥 你是哪儿啊 哥 谢谢 谢谢 先帝创业 为伴儿忠道崩孙 今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臣为疾 存亡之秋也 爹 我好累 我想睡觉 于昆 不许偷懒 继续抄 我好累 我好累 这是我親自的 好吃的啦 叔你老了 还没 我看他累了 就让他睡了 书都没念完 玉坤 让他休息吧 没事 书都还没念完 你怎么能让他睡了呢 我看他累了吧 就让他起一会儿了 你不让他好好念书 长大了就跟我一样 什么都不懂 受人欺负 滚下 手伸出来 你说谎 说清楚 说谎 说谎 文英 我叫你说谎 文英 你干什么 怎么回事 阿姨 他把我种在院子里的树给砍了 还说什么话 什么 什么人叫你砍他 你再说一遍 我身材砍了他爹的一团树 他爹都没有打他 还表扬了他 救他状势 他拿着斧头 他爹敢打他吗 你还说谎 还脚跟 你什么时候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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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英 你要把他打死 你这样护着他 他会学坏的 好了好了 来 知道你拿我什么打你吗 我知道 因为我没拿斧头 不是因为没拿死头 那是你娘不懂 和乱说的 诚实是应该的 犯了错 就要有意承认 知道吗 我不 我不要诚实了 雨昏 什么叫不要诚实 做人顶天立地 堂堂正正 男子汉怎么可以不要诚实呢 不 诚实要爱娘的打 以后我也不说了 雨昏 听干爹说 你娘打你的 都是为你好 知道吗 说说看 为什么要砍那棵树 书上说 我把盛顿砍了 他列两棵银桃树 他爹不但没有打他 还夸奖了他 我就想试试 结果 娘不但骂我 还打我 不哭不哭 那 赶紧跟你说啊 书上的意思是说 那个小孩子做了诚实的事情 所以得到他爹的夸奖 那也不一样了 你被莫导致了 你是为了得到夸奖 才去砍那棵树的 这个意思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 明白 我跟你说啊 下次你再这么做的话 不只娘要打你了 干爹也要打你了 知道吗 知道 干爹今天发成鸡丹了 干爹看看 考得怎么样 我还没来得及给他看 要求打我了 碧昆啊 以后都要考那么好的成绩 干爹开心 知道吗 嗯 你的话 你 schizophren 但是对不起 你们即将爱言 それで 片徊 给女友 你 对不起 Arthur такую 对不起 我听我哥向你说对不起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做错 做的是我们 做的是我哥 甘爹 其实你对我们真的很好 但我们像亲生儿女 同我们 爱我们 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爹 可是你是一阵之阵 你有那么多的责任 和那么多的义务 可哥他不理解 他觉得 你应该保护他 应该宽恕他 可是他不知道 如果郑阳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他就是害了一条人命 如果再有人替他顶罪的话 就等于害了两条人命 哥何苦 替他顶罪的 是我们的亲爹 甘爹 我哥真的错了 我哥真的错了 秦桂 你真的很懂事 爹没有白疼你 来 甘爹 我心里好难过 我心里好难过 真的好难过 一边是 跟我相依为命二十年的亲哥哥 另一边是 跟我相亲不久的亲爹 两边我都不能舍弃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 现在我爹 马上就要被押到省城了 若我真的被定了罪 你怎么了 你干什么你 你臭犯病了 这怎么了 停车 这是怎么了呢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好好认得 这不认完病了 他就没有什么病了 一切 怎么回事啊 爹 以后你头痛的时候 就咬我的手指 别再这么不急了 能够帮你分担痛苦 我也觉得很幸福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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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没事了 真是啊 吓我一跳 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真是 好 文医 你醒了 来 起来吃药 好 好 我已经帮你把毒 全都拖出来了 只要你每天按时吃药 还要好好休息 回去之后一定要记住 药是清淡的东西 很快就会没事了 文医 正阳 怎么了 你不恨我吗 恨 非常恨 但是绣云都跟我说了 她说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只有仇恨和悲伤 要用包容的心 看清一切 一个幸福的人 并不是得到的多 而是计较的少 文医 没事了 先把药吃了 正阳 文医 你放心 我正阳答应你 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都会忘记 绝口不提 正阳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不是的 文医 这不是你的错 你无非是为了玉坤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有时候我真羡慕玉坤 有你这样一个好妈妈 这样保护她 况且我现在不是好好地坐在这里吗 你放心 玉坤一定会没事的 旭云 绝云 雨坤哥 你怎么出来了 我没事了 量长已经被押送到省里了 所以他们就把我放出来了 我就知道 爹一定会帮你的 是不是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现在已经被林大婆他们解除正常职务了 要不是这样的话 我现在还在牢里关着呢 他根本就不想让我出来 解除职务 不会的 哥 你一定是误会爹了 爹一直很疼你 你真的误会他了 真的哥 好了绣云不要再说了 绣云 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在沙河镇已经没有任何前途了 我无家可归 就连干爹都不要我 再也没有人会在乎我 不对 我爹怎么会不要你呢 再说了 你有千惠姐 有文仪 还有我啊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怎么会不要你呢 绣云 你知道的 从小到大 我真的就只喜欢你一个人 求求你 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哥 别这样 不然我都活不下去了绣云 哥 我上次跟你讲过的 我是你妹妹 你是我哥哥 你不可以这样的 不是的绣云 不是的 我知道 其实你也是喜欢我的 只是你不好意思承认 对不对 不是啊 绣云 我们俩可以离开这里 我们俩可以一起生活的 我会让你过好日子 哥 走跟我走 哥你别这样 走 你放手 走啊 走啊 你别这样哥 你放手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是你妹妹 我跟你说过 我是你妹妹的 你怎么这么无情啊 难道你就是问了 那个什么郑阳 你和他才认识多久啊 就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都给忘了啊 不是的啊哥 你别这样啊 卿云 你听我跟你讲啊 这样子根本就配不上你 别这样哥 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你 你别这样 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哥 跟我走 别开这里你就会忘了 不 跟我走 哥你别这样 你别拉我 走走走走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 你别拉我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你别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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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她是我 支付未婚的未婚妻 你给我住口 你给我住口 住口 住口 哥 哥 我求求你 你放了郑阳 你放了她好吗 我是你妹妹 我们没有结果的 她说得没错 我是她的未婚妻 你走吧 你放开她 你放开我 还没听到吗 我求求你了 她喜欢的是我 快滚 快滚 哥 你别这样了 哥 哥 你放开 你放开 放手 你滚 你放手 你滚 放手 你滚 你放开她 你放手 你滚走啊 你滚 放手 你是不是真想杀人啊 郑阳 你真想坐牢啊 郑阳 你滚 你打我 你居然为了一个万人 你打我 郑阳 你听娘说 你错怪正阳了 你不知道 我不要见到你们了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们了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们了 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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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郑阳 郑阳 快扶起来 扶起来 要不我陪你去吧 也有个照影 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傻丫头 我们现在只有一匹马 两个人怎么去啊 你相信吗 我一定会平平安安地回来 我答应你 那你要小心啊 对 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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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为什么你们要把 上一代人的恩怨 延续到我们身上 为什么要让我知道 这一切 为什么要让他回来呢 现在你们把我最后的 这一点希望都给抢走了 你们满意了 你们太残忍了 好啊 你们不是想把我赵玉坤 给毁了吗 来啊 我这儿快在这儿挡着呢 我告诉你们 我赵玉坤是不会让你们毁了我的 我不会 我不会 玉坤 娘一定会帮你的 一个娘回去 娘会想办法 娘会想办法的 帮我吗 你怎么帮我 你宁愿帮助一个外人 你都不肯帮我 你现在来说帮我呢 玉坤 你和这些人都一样 都希望我蹲监狱 都希望我去死 对不对 玉坤 你不要再说了 干爹是这样 现在连你也是 你们已经把我的心给伤透了 我赵玉坤发誓 我赵玉坤发誓 从今天起 我跟你断绝母子关系 赵玉坤 你怎么跟你娘说话的 姓玉 闭嘴 没你 玉坤 我是你娘啊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妈 娘给你跪下 你跟娘回去好不好 你跟娘回去 你跟娘回去 你跪我吗 你干吗要跪我呢 我知道了 你又想要骗我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上当的 叫玉坤长大了 这不是拜你们父子 拜你父子 你们都给我听着 我赵玉坤总有一天 要拿回所有属于我的东西 不欠任何代价 不欠任何代价 赵修云 你尽重 我一定会让你跑 玉坤哥 玉坤 玉坤 玉坤哥 玉坤 玉坤 尺口也差不多了 给他上车准备走吧 走 起来了 慢点 慢点 起来了 起来 让你 林大伯 林大伯 等一等 等一 快快快 郑阳 郑阳 怎么了 郑阳 怎么了 郑阳 你这是怎么了 林大伯 不是梁云敞开得起 啊 竟有这种事儿 郑阳 你不能乱说 你不能乱说话 事物干净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只是意外 我绝不会追究 更不会 责怪任何人 郑阳 郑阳 快快 郑阳 给他抬上车 快快快快 金意寒敞!? 今天安逸邪了 进行了 你去看看她吧 错了 我每一次见到她 心情都会不好 还是灑了 也许她们说得对 我生来就是个不祥旨 早到哪儿 就会给哪儿带来厄运 别这么说 我不是吗 本来一出狱 我是想着死的 可几次三番 总也死不了 这下 死不了又惹出这么多事 与坤总正要上来 这些都是我走着 现在我死不了 索性 离开这儿吧 你能去哪儿 要不这样吧 文英现在还在牧场疗养呢 要不在我这儿住上一阵吧 文英他们早晚又回来 我们怎么见面 还有其他人 沙和珍的其他人 也不会接受 我必须要走 你能去哪儿 看你这个样子 把我送回牢里去 我越来越觉得 我已经不适应外面的环境 反而在那里边 我觉得自己更像自己 你又不是犯人了 又没犯什么罪 我凭什么把你送到牢房去啊 我带你去看样东西 林大伯 林大伯 我 他怎么会滚倒 他没事 我只用头把他撞毙 他很快就会醒过来 你干嘛这么做 这样 我就算是犯法 蓄意伤人 你赵世俊 你可以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地 把我送去那个 我最想去的地方 这才是我连永诚改代的地方 二十年 我在这个地方 整整生活了二十 外面我还这么习惯 赵世俊 其实你看这个地方 又宽敞又阴流 还没有那么多是是非非 多好 比你那大宅子好多了 好 在这儿啊 我是不想出去喽 好吧 看你这么喜欢这个地方 我也无话可说了 不是喜欢 是习惯 文英现在怎么样了 好 世俊哥 文英啊 好点吧 没事 没事了啊 我来呢 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怎么了 以后啊 我也不想当什么阵长了 我自己也觉得 我没有那个才能 以后啊 我就多陪陪你 也陪绣云 也陪千惠 我们一家人啊 快快乐乐的 好吗 世俊哥 你把沙河镇治理得这么好 如今 人人风衣足食 安居乐业 这都是你的功劳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你怎么能说不当就不当呢 再说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玉坤想想吧 玉坤成才了 还等着接你的班呢 对了 有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是玉坤和绣云的事 我来呢 也正想跟你商量这个事情 你也知道了 绣云啊 从小就许配给镇阳 我呢 想早一点 世俊哥 玉坤和绣云 从小青梅竹马 你看他们两个 站在一块多般配啊 而且你也知道 玉坤这孩子 从小就喜欢绣云 我打算他这次回来 把他们的事办了 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 至于正阳嘛 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他 总不能让绣云等一辈子吧 你说是不是啊 说话呀 温逸儿 你在说什么啊 什么我说什么 少跟我装糊的 玉坤 十五号就回来 大学毕业 我还有好多事情 没准备呢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你去哪儿 这 这 这是哪儿啊 这是 这是部场 我们怎么会在牧场呢 是 是